俗语称,腊于二十六,杀猪割年肉 这猪年在季,说猪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什么红烧肉,炖排骨,大肘子,真的说不完 如果没有猪,玉满天下的中国菜会是什么滋味儿 先用一手古诗来夸奖一下猪 古人用古诗奉承猪,可见猪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猪作为人类最早驯化圈养的动物 位列六畜之首,在家庭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人觉得它是一种非常吉祥如意的动物 所以才会把它这样做成一个灰桃屋里面 放猪啊,放什么,然后作为民企陪葬 那希望自己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也有类似的生活 我们平时经常提到很温馨的一个字,就是家 家是什么呢,那其实古人都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就是一头猪再加一个房子,那就是家 俗语云,猪入门,百福真 民间习俗认为肥猪拱门吉祥 肥猪俨然成为一种带来福气的使者 象征着丰收与喜庆 在近代葛洪著的《西经杂记》卷武记载 扑满者,以土为弃,以序前聚 岂有入窍而无出窍,满者扑之 扑满就是存钱罐 你看存钱罐是不是都以猪为原型 不仅仅是摆设,更是表达了人们对富裕的期盼 千百年来,人们对猪可谓褒贬不一 爱恨交织 我们是多么离不开猪 但是我们并不爱猪 把猪当宠物的并不多 而且有些关于猪的成语 比如猪狗不如等等都是贬义词 大概是人们觉得猪不爱干净 看起来蠢笨 实际上大错特错 猪是已知圈养动物中最爱干净的 甚至超过猫和狗 不幸的是,由于没有汗线 猪才会在泥浆中打滚 以便让身体保持清爽 误给人一种脏兮兮的印象 猪经过训练后 不但能像狗一样掌握各种技巧动作 而且猪的受训时间比狗要短 有些比较机灵的猪还可以当猪犬使用 可以帮助人们寻找高级食材松露 真实的猪是长着长长的嘴巴 大大的耳朵 滚圆的身形和西瓜藤刺的小尾巴 一副胖吞吞的样子 憨态可居 我们心目中的猪的形象 大概就是猪八戒和佩奇了 猪八戒就不用多说了 西游记里面的经典人物 陪伴着无数8090后的人们长大的 那啥是佩奇? 大概是2019年最火的话题了 小猪佩奇其实是部英国学显卡通动画片 2018年佩奇的周边产品就开始红爆网络 关于小猪的卡通形象可不止这两个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